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非常经典的斯诺克残局 这是发生在201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半决赛 丁静辉对阵迈克马努斯 最后的一颗篮球打尽 丁静辉目前落后了16分 但是台面仅剩了13分 看看丁静辉能不能创造奇迹 用仅剩的两颗球做上一杆斯诺克罚分 这个母球尽量的往黑球后面藏 但是并没有挡住 这颗粉球停在了带口 还能不能给他抠出来 粉球打尽的话 这局丁静辉就要输掉了 跑球成功坐上了一杆 这局丁静辉表现出来了非常强悍的防守功力 马努斯一库没有解到 而且母球还摔带了 马努斯被罚了6分 感觉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之前处于超分的状态 所以这种斯诺克只能去解一杆 这样的话分数已经够了 丁静辉落后10分 但是台面还有13分 现在马努斯需要打进粉球 就能拿下比赛 但是丁静辉需要青台 看一下这一杆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 粉球露出来了半颗 这杆球想要解到不漏球的话 只能去一库来勾 成功勾到 注意粉球的落点 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危险的 长台要准度 打薄了一点没有打劲 这一杆要不要来攻 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直接防守了 因为打的还是非常稳的 高干 同样是一杆非常高质量的防守 黑球和母球和粉球出现了分边 丁静辉在这届世锦赛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发挥 最终以17比11横扫了马努斯 顺利打进世锦赛的决赛 在这17局赢球的比赛当中 有七杆破板 本球撞到了黑球 这杆球同样有机会来拼 还是做了一个分边处理 马努斯要打的话 也只有一个翻带的机会 看下母球能不能藏到黑球的后面 如果说能藏好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斯诺克 力度稍微大了一点 没有藏住 双方的每一杆打的都是非常谨慎 可以说是斯诺克防守史上的巅峰局 这种长台的机会 谁也没有选择去拼 比赛用时已经过了40分钟 其实双方想要拿到好的上手机会 只能去靠做斯诺克 逼着对手解球露出破绽 像正常的防守都很难了 因为球台就两颗踩球 发生碰撞的几率也是非常的小 而不管是丁锯辉还是迈克马努斯 对于击球的控制都是非常到位的 还是没能藏住 还是没能藏住 这是要翻带吗 没有 还是一杆常规的防守 因为黑球的位置很微妙 所以说做斯诺克的难度也只能去往黑球后面藏 看下粉球 这个角度能不能防击 非常危险的一个角度 非常重要的 还是防守 然后还有一个好球 把粉球藏到了黑球的后面 他必须要把红色的红色到右边的线 他没有玩过 马努斯这一竿的解球露长台了 这也是电锯辉非常好的一个拿下这局比赛的机会 长台要准度 把丢了 把的稍微厚了一点 太可惜了 丁尼辉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看下这一竿会不会继续露球 丁尼辉这一竿能不能拼进 直接选择了去防守 这一竿定锯辉没有拼的意思竟然 确实长台是定锯辉为数不多的几个短板之一 好球 马努斯成功的借助黑球 做上了一杆非常高质量的资诺克 马努斯成功借助黑球 做上了非常高质量的一杆斯诺克 这杆一库来解道并不难 但是解道不露球 就非常考验功力了 露球了 这个长台马努斯肯定会选择去打 从这一局来看 马努斯更是具有拼的意识 还有资本 因为马努斯目前还是领先了10分 粉球稳稳的落袋 非常的遗憾 这样的话 丁俊辉就是没能拿下这一局 几分来到15比11 感谢大家的观看